一般无人机的设计都比较轻巧 载重力不高 然而在柬埔寨有一群学生 研发出可以载人的无人机 载重力高达60公斤 虽然目前只能飞4公尺高 而且还在早期测试阶段 但学生希望未来在研发改善后 可以成为市区塞车时的另一个解决方案 在八个螺旋桨的带动下 透制的无人机载着学生缓缓升空 为了解决首都金边经常发生的塞车问题 国立柬埔寨理工学院NPIC的学生团队 耗时三年研发出一款 名为NPIC载人无人机的飞行器 并在近日试飞成功 我从两个月来 目前这款园形载人无人机 проф资 و 只需使用四個電池 中間飛行員的座位 是用學校的椅子打造 能載運一名六十公斤重的飛行員 飛行高度可達四公尺 飛行時間為十分鐘 消防計畫未來還要製作 消防用的無人機 可能會耗資四萬美元 雖然代人無人機還在早期研發測試階段 但這次是非的學生表示 試作飛行後感覺非常穩固 不會像一般無人機出現明顯搖晃的情況 而真正完成測試和改善還需要至少兩年 消防希望未來能夠真正實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